石板明夫,就事认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 今天我想讲的话题是面和心不合的中国和俄罗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2日至24日到了俄罗斯的喀山去参加了金砖首脑会议 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在西方国际社会中的眼中是全世界最大的两个麻烦制造者 当这两个人见面的话,当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那么在会谈之中,习近平说中俄深情后裔不变,说得非常好听 但是习近平心里当然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2月 接受美国福克斯的前主持人卡尔森的访问的时候说过 俄罗斯并非西方最大的敌人,而中共则是最大的威胁 西方将矛头应该是对准中共而不是俄罗斯 就这些话当然习近平也知道 所以说表面上这么说的话,实际上心里一定有自己的盘算 那么在两个人对话之中,习近平还说了一句话蛮有意思的 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双方探索出了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国的相邻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俄罗斯非常困难 他的全世界孤掌难明,他希望跟中国结盟 他也希望中国跟他联手一起对付乌克兰,对付北约 习近平先把他的嘴堵上,说我们正确知道是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国,就说你这些非分之想根本不要提 所以说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对话其实下面有一些针锋相对的地方 关于这场会谈有各种各样的评论 比如说法国的费德勒报就说在金砖国家组织内部 中俄是不对称的二人组,就双方有一个竞争的问题 他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同的是 习近平现在并不想和美国的对抗推到爆发点 所以说该报还引用专家的分析指出 说面对中国政府,俄罗斯不再有能力承担其全球大国的地位 这个也就是双方表面上对谈的 但是实际上双方的力量已经不对称了 中国已经远远大于俄罗斯了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普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并没有拥抱 但是说和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南非总统见面的时候都有拥抱 所以对于这件事长期研究中俄关系的中国问题专家程翔就说 说普京这次表现的态度再一次引证了他一直以来对中俄关系的质疑 两个关系实质上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亲密 还有一点呢 习近平在和普京会谈的时候呢 提到了这个万里茶道这个典故 万里茶道呢 就是说大概在四百年前 从中国的福建武夷山的茶 这个不远万里呢 通过这个喀山运到了莫斯科 再运到了欧洲 这么一条万里茶道 是当时的这个中俄贸易或者是中欧贸易一个主要的一个管道 那么习近平呢 他是在福建这个自己从政了十几十七年 所以他对这个福建是很有感情的 所以专门提到了这个武夷茶道 这个武夷山的茶叶 这不远万里送到喀山 这么一个典故了 当然我们后来查到了习近平过去 其实在以前访问俄罗斯中也多次提过这个典故 中国媒体呢 不会分析双方的勾心斗角的部分 中国的各大媒体一直说这个万里茶道的故事 然后呢 比如央视呢 就说这么说的 说一条绵延万里 跨越几百年的万里茶道 滋养了一代代人 传递出沿途国家不同文化 合而不同的理念 也为中俄两国带来了新的合作 机遇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蛮有意思 什么呢 他专门其的强调了呢 传递出沿途国家不同文化 合而不同的理念 合而不同呢 是来自文语里面的 就是说君子合而不同 小人呢 同而不合 这么一个典故 什么叫合而不同呢 就是我能跟你和睦相处 但所不同意的意见 可以引射出呢 就是说中国可能也在想说呢 中国和俄罗斯呢 其实还有很大的不同的 这次中俄首脑会谈呢 我想从三个方面呢 讲一下他们的这个目的和意义啊 第一呢 我认为呢 习近平为什么要去 其实呢 他是为了确定啊 中国的这个老大地位 因为中国比如有上海合作组织 还有这个金砖 这个金砖组织 等很多在国际这个组织里面呢 中国和俄罗斯呢 一直是一个争夺主导权的关系 那么最近呢 俄罗斯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 它的影响力已经将和日下 而且他现在非常需要中国的帮忙 其实疫情之后 习近平出外出的机会 已经少了很多 但这次呢 出去以后呢 也是在国际媒体 以及在这个南非啊 印度这些国家面前显示 自己已经当了老大了 有这么一个 这么气势 有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俄罗斯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 这用这种方式 他想表现什么呢 等于说 这个俄乌战争之后 其实这是一次 俄罗斯举办的一个 最盛大一次国际 这个国际会议 那么普京呢 他想说什么呢 他表示 你看这个西方社会 怎么制裁我们 还有这么多个国家 来这个参加我们这个峰会 我们的国际地位 还是没有消失的 他也是向国内 做这个大内宣的目的了 并同时呢 也让西方觉得 你们你们制裁我们这么半天 是完全没有用的 他也是一个 显示自己的能力 和这个在国内 凝聚政权的向心力 有这么一个意义 那么最重要的第三点呢 其实我觉得 俄罗斯和中国呢 还是在抱团取暖了 这个俄罗斯呢 这几年呢 这个俄战争之后 很辛苦 本来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大国 结果呢 就好像是被去军事化了 那中国呢 本来是第二大经济大国 最近的经济不好 也是呢 在全世界的围剿之中呢 也等于是被去经济化了 当然双方呢 都是很惨 难兄难弟 在这里呢 抱团取暖 然后呢 也说我们联合在一起 然后也做给像伊朗啊 朝鲜的这些小弟 看一看 然后呢 双方呢 比如说中国呢 是缺少这个粮食 也缺少能源 那俄罗斯呢 缺少轻工业品 也缺少呢 缺钱 这样呢 双方呢 还可以互补一下 在这方面呢 其实呢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在这种比较严酷的 这个国际环境之中呢 显示自己的团结 但是说呢 这是有时效的 如果说11月5日之后呢 美国的总统选举 如果是哈里斯当选 那我想 可能现在美国的政策 可不会改变 那可能这两个国家 还在继续抱团续难 但是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呢 那很可能川普认为 主要敌人就是中国 那么普京呢 就会很轻松的 就抛弃了这个中国以后呢 跳入这个西方阵营 然后呢 他就解跳了 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中俄友谊呢 也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变故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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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